各位朋友平安 很高兴在每日亮光见面 今天的经文是《列王记》上第三章 它是描写以色列最聪明的国王所罗门 当他接任王位之后 他来到他所倚靠所敬爱的上帝面前 不仅献祭表达他的敬意 他更是向上帝承认自己的不足 期盼上帝赐给他的不是自己的荣华富贵 或是殲灭敌人的力量 而是能有一颗智慧和识别的心 可以判断是非 好治理上帝的指引 因此上帝喜悦他的祈求 就如同今天的圣经《列王记》上三章十到十三节说 主喜悦所罗门的祈求 就对他说 因为你没有为自己求长寿 求财富 或求消灭敌人 却求明辨的智慧 好公正的治理人民 我愿意照你所求的给你 我要赐给你一颗聪明及明辨的心 是前人所没有的 后人也不会再有 你没有求的 我也要赐给你 你一生享有的荣华富贵 要比任何君王更多 我们的天父期待 父亲手头上所有的现金 父亲给了他 第三个儿子却对父亲说 只要有父亲 我就好了 父亲告诉第三个儿子 他是最幸福的 因为有了父亲 他就有了父亲的一切 亲爱的朋友 上帝爱你 他愿意将最好的福分给你 愿你得着上帝自己 成为你生命中最大最美的祝福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